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各位有没有看过肖澳江湖 肖澳江湖里面三大志工 三大志工 第一个东方不败 第二个林平之 第三个岳不群 这三大志工 是这样吗 应该相反 这个是肖澳江湖里面的三大太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都去练了什么葵花宝典 辟邪剑谱 可是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三个人里面谁的武功最厉害 东方不败最厉害 他可能是整个肖澳江湖里面功夫最厉害的人 其他两个人的功夫可能不到东方不败的一半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去看 东方不败他同时是怎样 是任我行跟令狐冲 令狐冲那时候已经会独孤九剑了 可是令狐冲在东方不败的手中 眼中根本就是一个小朋友而已 任我行也打不赢他 他们两个合作干不掉一个东方不败 要不是任盈盈在旁边把杨连挺 插的一身 我的爱人死掉了 一个分神被任我行一巴掌打下去 各位可能任我行跟令狐冲到死就结束了 可是各位你去看 后面的林平之跟岳不群 其实是令狐冲一个人啪啪啪啪 在那边跟他打的 而且打的都还是很厉害 各位你会不会发现到 奇怪 练同样的东西 他们是练同样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他们练同样的武功 可是差距都很大 他们全部都是练葵花宝典 辟邪剑谱 各位有没有去发现到这些东西 其实这金庸也很厉害 他真的很厉害 其实这也是我们学命理 很容易犯的错误 其实各位假如有仔细去看 其实辟邪剑谱 或者是说葵花宝典 他其实他是被藏在哪里 他是被藏在藏金阁 也就是说他是被藏在佛教的藏金阁里面 明明就是一套杀人的剑法 那么阴险的东西却是被收藏在佛教的藏金阁里面 为什么他被佛教的藏金阁收起来 因为其实辟邪剑谱来讲 他练功的话很容易欲望过大 他欲望过大 然后就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其实练辟邪剑谱或葵花宝典 这一类的武功 他必须要怎样 佛学一定要到一个层次以上 也就是说对五行不产生影响 欲望不高的情况下 他会越练越厉害 所以最速成的方法是什么 断命根子 把欲望全部断掉 所以说其实假如你真的厉害的话 你已经修炼到全天下五行对你不产生影响的话 我会推荐你去练葵花宝典 因为他就是一个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佛教的东西 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佛教的藏经阁里面 因为你无欲无望 你练这个东西 你本来就没有欲望来讲的话 你会越来越厉害 你会越来越厉害 但是因为你没有欲望 所以说你也不会去跟人家争什么东西 所以说那个厉害等于有跟没有一样 那种厉害有跟没有一样 其实他里面来讲 辟邪剑谱里面他分为两个部分 哪两部分 其实他分为剑术 他分为剑术 还有一个是养生的内功 东方不败 其实他两种都有练 所以说其实他刚开始练完 他志工完以后 他剑术很快 啪啪啪他很快就学会 可是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个内功的养生法 然后他必须要扶内丹 所以说其实东方不带到最后 其实几乎都不管什么日月神教的事 他就是在理 他里面就是在练他的丹 然后去培养他的内力 所以说其实他分为外功跟内功 其实有点像气宗跟建宗 然后华山派的气宗建宗很像 可是林平之跟岳部群 他们其实都只得到了建宿的这一部分 他们都只得到建宿的这一部分 所以说他们就会怎样 为什么东方不败 把令狐冲打得不像样 是因为令狐冲的内力很差 所以说他赢他不是赢在建宿 是赢在内功 为什么林平之跟岳部群 他们两个在建宿很厉害 但是他们没有内功来扶持 所以说其实令狐冲在没有内力的情况下 是有办法跟他们抗衡的 所以说各位看小说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各位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学命理 他们都是命理的一个典范 这个是学全套的 所以说他是一代枭雄 这个都是半套的 所以说林平之被人家欲为是 笑傲江湖里面最可怜的 刚开始被人家灭门 然后岳部群收他 他只是为了要他家的辟邪剑谱 到最后他对不对 娶了人家的女儿 也没有给人家怎么样 自己就变成太监了 对不对 结果一辈子郁郁而亡 岳部群对不对 君子贱嘛 对不对 他也是一样半套的 到最后连他老婆都不要他 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 东方不败 成就大不大 非常大 日月神教教主 这两个其实到最后下场都不怎么样 这个无名小卒一个 这一个到最后被人家骂为君子贱 小人贱 君子贱小人 所以说名义上跟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说我们都可以知道 其实金庸写小说很厉害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各位 你们发现到学命理也是这样 你要学就学全套了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半吊子而已 他们都是半吊子 也就是说一样画糊糊 画个剑 啾啾啾啾啾啾 这样子 他只是在画而已 他只是跟着去画个样式出来 可是他没有学到精华 他没有学到精华 所以说各位 所有的命理都一样 你不要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不然你就会跟他们两个一样 花拳绣腿很厉害 可是实际上跟人家比拼 他们却连一个令狐冲都打不赢 其实令狐冲在笑傲江湖里面 他的武功不厉害 他的武功其实不厉害 他其实算是笑傲江湖里面 他只能够算是第二流的而已 他可能连任我行都打不赢 不要想说那一些什么向问天 他几乎都可能打不赢 但他遇到的就是这些半吊子的人 所以说还勉强可以混一口饭吃 所以说各位 在学命理的时候 不要去东学一点虚学一点 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他就是东模仿一点 西模仿一点 你只能够学到他们这一种东西而已 学到这一种东西而已 我有说过 我的命理视频是做给谁看的 我学生看的 因为我学生知道我的理论是什么 他才会知道说 我到底教的是什么东西 我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这一些在我这样子随意的讲解过 那些真正藏在里面的东西 他们才知道 否则各位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而已 我会跟各位讲你们在学命理 不要这样学 我已经一直跟各位强调 不要这样学 命理 我不管你学哪一派 你看书学也好 你学到了一个理论 你就实际的去应用 你就要实际的去帮人批命 各位 他们都只有半套而已 也就是说在命理来讲 他们只学了理论 他没有实际的去帮人批命 我的学生 我都是叫他们去帮人家批命的 你就去给人家批命 你批命上有问题 你才回来 你来问我 也就是说 他们要实际的去练习 然后去做印证 碰到的问题 再来问我 我再给他解答 所以说一套 真正的一套学命理 我的学生刚开始压力都很大 为什么 我都叫他去直接批命 你第一堂课学完 你就给我去批命 你只要去批命 你才会有所得 可是一般人学八字不是这样 他要学很多理论 他认为他具备了很强的内容 没力以后 他才有办法去跟人家打 那时候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都来不及了 也就代表你根本就已经 你的理论根本就已经一团糟 你还没有完全整理过来 你就出去跟人家PK 结果不知道你根本 你的理论哪边有错 你都不知道 但是当你理论很少的时候 你学一样去用一样 学一样去用一样的时候 会他有没有效 你马上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这没效丢掉 这个有效留下来 你很快就可以去无存经了 所以说其实实际的批证 实论 实证 他才是真正进步的原因 他才是真正进步的原因 很多人往往就是在这一块很弱很弱 所以说流于纯粹讲理 他流于纯粹讲理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基本上讲不赢 为什么讲不赢 你只是纯理论 跟一个有实际经验的人 讲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直跟各位讲 大家所认知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大家所认知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时常在看到 像我在 我很喜欢看游戏影片 当中我看到一幕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那个游戏主播 看到人家 他打输了 他打输人家 他玩九七格斗天王 九七格斗天王 很久了二十年前的东西了 可是各位 那是台湾没有人在玩 大陆玩 那个是国民游戏 那是国民游戏 他们真正有名的选手 都是在玩九七格斗天王 他们叫拳皇 我们叫格斗天王 九七 那个现在最新的应该是2014格斗天王 那差很多 他们的时政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线的选手 然后他打输了以后 他就讲 我这个选手其实能力没有人家强 结果观众就说 哎呦 那不会打就不会打 跟用的人没有什么关系 结果 这个主播就跟他讲 兄弟 你是不是小时候看太多了 不然你就选那个最弱的 你就选最弱的角色 我选当中最强的 我跟你打 你看你会不会赢我 你不要说 这一些一线的选手 一线的选手他给我选真无 就是那个最烂的角色 我随便打我都赢他 他还有现在这么厉害吗 各位这是事实 我看过他们那一些一线的选手 什么老K 九七大魔王 那个是九七里面最厉害的 他只要不用他所用的角色 他去用到那个很烂的角色 他跟不会打是一样的 那是跟不会打是一样的 可是明明他出招方式都一模一样 可是他就是不会打 真的差了很多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 观众的一个观念 跟主播他们之间的心得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主播是一个实战经验 他不是在那边打嘴炮的 他是真的在那边跟人家比赛的 他是真的有跟人家比赛的 所以他讲出来的话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 那个就是他的实证 那是他的实证 那是实证 所以说各位 你要学命理 当你的 你学到一个理论 简单来讲 你学一个理论就印证一个理论 你学到了就去印证 不要到最后你学了一套很多很多的理论 你才来印证 有的时候你会根本就不管哪个是正确 哪个是错误的 你就整个一团附水了 这样子下来 说真的很多人 学命理 学八字学了几十年的 他到最后他连最基础的他都还搞不懂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教学生五堂课 教一堂你回去给我验证 第二堂回去再给我验证 第三堂回去再给我验证 就是实际的批命 其实大部分 假如你在学那个几十年的 有基础的第一堂课 他就会批命了 那假如是连五行都不会了 最少混到第二堂课就会批命了 为什么 他们就去验证我教的东西 他就去验证我教的东西 所以学八字很重视实证 学命理也很重视实证 各位你看到我教的东西 都是我实证过的东西 绝对不是拿着书念给你看的 不是拿着书念给你看的 这一些都是我实证过的东西 我觉得都很好用 我没有最厉害的学问 但是我觉得我有最好用的学问 就是我实证过的东西 我的经验 所以很多人往往这一步很弱 各位学命理实证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才是你进入 不管是八字只会抖数 他真正的门槛 不然你只会跟人家讲道理 我跟你讲 这个是身弱 怎样怎样怎样 他到最后问到底会怎么样 批不出来 空在理论上打转 他对命理根本就没有进去 不像你随便问我一个题目 我就跟你讲 这个在八字上是怎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命理 我们实际已经有很 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八字的世界里面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八字的世界里面 也就是说批命根本就不成问题 我们是从批命在当中 在领悟更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从批命的这个角度 进入到整个八字的世界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各位这些都是经验的 他已经不是什么理论了 也就是说这种理论 基本上我要写出来也ok 但是其实他就是一个 我的一个反应而已 他成为我一个反应而已 所以各位实证 各位去实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讨论讨论不出什么东西 尤其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懂不懂 有的时候两个错误的人在那边讨论 就是讨论诸王 根本就不是结论的结论 就很像怎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学妹你都这样 我妈妈喜欢喝奶茶 我爸爸也喜欢喝奶茶 我全家就只有三口 我自己也很喜欢喝奶茶 所以说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喝奶茶 问题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当然不是正确的 当然不是正确的 代表这个有没有去实证 有没有去问过 你喜不喜欢喝奶茶 你喜不喜欢喝奶茶 他没有去实证过 所以说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理论 但是这个奇葩的理论 对于现实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说各位不要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说要实证 什么叫实证 实际的去操作该理论 你才会知道该理论的正确与否 罢阿 不正确的提出掉 所以说各位 东方不败 临贫之岳不群 三大志功难 可是为什么成就天差地别 武功的造义差别那么大 原因一个 两个就是一样化乎乳 学了半套的东西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还是回归到根基 你有没有去实证 不要东问一点 西微一点 问不出什么东西的 我可以给你保证 问不出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今天就跟各位介绍 武侠小说 孝傲江湖 希望各位喜欢 那 假如各位对我的命理知识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部落格 我的文章都在里面 同样的 你假如对于我的影片 你看到了 里面有疑问的 你也可以提问 我看到了就会回应你 甚至专门为你做一个视频 因为你的疑问很可能大家疑问 但是两大禁忌不要犯 两大禁忌不要犯 贴上你的八字直接问我 这个是怎么样 很简单 批命是要付费的 批命是要付费的 第二个 批命的文章或者批命的视频 你看不懂怎么批 请你就不要问我了 代表你的观念就跟我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看不懂我怎么批的 是很正常的 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东西 只会让你的批命的观念更混乱而已 这样子就不好了 所以说这两大禁忌就不要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次有人再见 拜拜